9月24日,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开始建议联邦各部门未可能出现的疫情以来第一次政府关门做好准备。 如果本月底前,国会没有通过新的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法案,联邦政府将陷入停摆。 白宫发言人菩萨基称,这一警示是例行做法,目前还有7天时间。 他承认联邦政府关门不利于疫情应对,重申白宫正在尽一切所能,采取措施减轻政府停摆对疫情应对的影响。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涉嫌诈欺一案,有幸进展。 9月24日,孟晚舟通过视频参加纽约东区联邦法院的庭讯。 法院批准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暂缓起诉协议。 随后,加拿大温哥华卑诗省最高法院法官西瑟·福尔摩斯也于当天正式签署释放令,撤销美国对孟晚舟的引渡需求,取消保释条件,允许她重获自由。 加州州政府9月23日表态,已做好未符合资格的人士施打第三针新冠疫苗的准备。 加州卫生福利厅厅长嘉丽指出,加州有650万65岁以上人士,其中有很多人接种了辉瑞疫苗。 预计在未来几周,会有约17万至25万的加州人接种第三针疫苗。 这些人都是有罹患新冠重症的高风险人士,或经常有机会接触到新冠病毒的人士。 目前,加州正在与地方机构、医院合作,确保一旦详细政策公布,可以立刻为他们施打加强针。 而疫苗预约系统MyTurn也做好了第三针预约程序准备。 此外,加州符合资格打加强针的民众也会收到短信提醒。 中国人民银行9月24日宣布,所有涉及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的交易都是非法的,加强了阻止使用非官方数字货币的力度。 通知称,比特币、以太坊和其他数字货币扰乱了金融系统。 并被用于洗钱和其他犯罪。 中国的银行在2013年就被禁止经营加密货币,但政府今年发出了提醒。 其他国家的监管机构也越来越多的警告说,加密货币需要更大的监督。 受此消息影响,比特币应声下跌超过7%。 掌握得到保持在 같아요。